郊西公所經過爭取後 將在二龍之星公園旁 也就是高速公路底下的空地 向高工局租借用 未來規劃收費停車場 可容納27部小客車以及25台機車 同時規劃綠地廣場 預計端午節前啟用 從經費由郊西公所來致應 取得高工局的同意 那由我們目前公所代表會同意之下 我們自酬我們的經費 總共決標的金額在438萬 那全部的停車的空間 以及利美化植栽 總共有3700平方公尺 那我們第一個階段 我們有27個停車的空間 有25個機車的隔 來公移來到澳龍之星的所有的鄉親來使用 那我們完工以後 那我們也希望用收費的方式 來針對這個停車場 我們來做一個使用 另外主席郵件長表示 肯定公所用心爭取 索解當地亂停車的情形 同時建議增設球場設施 以利民眾運動健身 並且希望中央與縣府 多給予交溪經費補助 而不是仰賴公所只有裁員 這市民有設施設施 來設計一下南球場 或是網修廠 給這些鄉親 包括我們同學這裡 很少看來的運動 總共設施的所在 所以我剛才感謝高公寺 提供最好的投票 另外公所表示 另外公所表示 停車採用收費制 是提高車隔周轉率 減少長期佔用的情形發生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霖 採訪寶寶